为什么烟雾弹伤害是零? 烟雾弹在池机中只能释放烟雾,是没有任何伤害的 为什么官方会这么设置呢?原因有两个 一,还原现实 现实中的烟雾弹能放出烟雾 主要是靠它的发烟剂,一般都是黄零和白零 这两种物质燃烧后均不产生有毒气体 都是产生大量刺激性粉尘,起到遮蔽视线 降低敌人抵抗能力的作用 因为其特殊性也用在了很多地方 军用,消防,表演,灭章,农用都有射击 作为吃机的烟雾弹没有伤害,完全就是在还原现实 二,烟雾弹在游戏太强了 如果吃机中的烟雾弹很弱的话 官方可以不顾现实,适当给烟雾弹加点伤害 可是现在吃机中的烟雾弹太强了 可以进攻用,可以防守用 救人也能用,转移也能用 实在是太缺能了 如果还给这么厉害的道具加入新功能 那烟雾弹就太厉害了 其他投授和他对比就显得太弱了 所以不能增加伤害 小伙伴们,对此你们怎么看呢